好 各位奇友达好 那这晚期是6月27号 进行的第二届 烂科杯世界围棋公开赛 八抢战 由黑方 孤子豪 对战白方 朴令环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黑棋新位 单关掉 手脚 白棋挂了之后 直接分头 这个也不是很多件的招数 黑棋尖顶 白棋直接右下 通过碰完之后 搬了再长 黑棋立 白棋拐住 做根据地 然后黑棋掉一个 这个下法是比较多件的 白棋最为严厉的招数 是尖顶 先把黑棋给分断 那黑棋往里长 白棋就大住 再长再飞 通过压缩黑棋 脚上的空 顺便再把外面三颗子给割断 然后放在这 黑棋要跑 他花一手棋 不跑以后有机会去吃 这个尖顶是常用的一招 实战白棋很简单 直接跳回 那黑棋搬住 下一手白棋继续往前拆 朴棋环这个布局就是非常迅速的把黑棋右边 实控全部拿到手 那当然了 黑棋也是走的比较厚 特别是右边搬到这一下之后 再一拆 基本上右下角全部变成实控 然后白棋小飞手脚 黑棋挂 底下肩顶 白棋跳 黑棋再挂 再坚定 再长 这个两边同时夹攻 然后黑棋跳一个 这个大跳的话 是瞄着脚上的味道 如果说白棋不补 后续有这个靠了再断的 靠了再点的走法 团住的话 这一段 里边有个打结 沾的话呢 再走这 所以说这个大跳 通常情况下 是一个先手 白棋得尖起来 这样再靠什么 再点 白棋团了 就可以从外边打了 下一手棋 白棋尖 黑棋阵头 白棋飞一个 黑棋底下大株 这个大株也是在下方借进 看能不能把左边的两颗子给包围 白棋选择搬 长的话 大致黑棋也就是长一个先手 再飞阵 这样让底下的白棋出不来 就是这个目的 实战白棋搬 黑棋挤一个之后 反搬过来 但白棋长之后还是飞阵 反正底下的交换 就是为了防止白棋 从这儿给这个跑出去 然后接下来白棋 往这个左上角去飞 黑棋二路尖 这个二路尖是瞄着 要把白棋的这个小飞给他跨断 然后白棋跨了 下一招棋 黑棋选择的是挖这个再夹 如果说这个单靠的话 就是白棋搬 黑棋长 粘上 虎一个 打吃 肩回 这个黑棋其实也可以 因为现在白棋 他自身还没有安定的情况下 暂时也没有功夫往这儿去冲断 这个都是来不及的 这样黑棋也能够封锁 实战 黑棋是挖了之后再夹 白棋打黑棋 白棋提 黑棋再打 确保把外边完完整整的给包住 当然了 这儿就多了一个截阵出来 白棋也是立马开截 这个截 关系到白棋的生死 对于黑棋来说 反而没那么重 下一招棋 白棋右下 点脚 提截 黑棋右边碰 碰完之后再提 白棋底下打吃 这个都是劫财 再提 黑棋下方再一打 那黑棋打到这儿 确实白棋的这个劫财 就已经不太够用了 你要是继续沾的话 那黑棋提截 对吧 然后你要是这样翻打 对吧 因为没节财了嘛 你看这个放眼全盘 黑棋都挺厚的 你只能这样翻打 被黑棋提掉 左边先手变厚 再往底下去搜刮的话 那白棋不太能满意 实战白棋也就把这个左边给提了 这个连提两朵花 首先目数比较好 其次呢 黑棋外边并不厚 那黑棋后续再把这个底下断打 白棋也是换了一个节 黑棋右边断 因为黑棋右边的这个节财 还是非常多 没用完 所以说黑棋欢迎 提掉之后白棋沾 黑棋再断打 本身节用完之后 黑棋右边跑一个 白棋打吃 这个虽然说有点损 但是为了能把左下的这个节 给打赢的话 右边这个地方损就损一点了 没什么 那这个时候白棋其实又没什么节财了 如果说再立 找了这个本身节 再提的话 黑棋右边还有这手打 再提 那你还是找不到节财呀 底下也不能全死 只能往边上碰 黑棋提 然后你再搬 这个地方还要面临被黑棋破眼 去杀棋 反正已经打不过了 所以说白棋直接底下拖一个 这个又是找节财 黑棋要跟着硬 那比如说将来这个这里的断啊 打什么的 权势节财 实战黑棋也就不硬了 直接把这个提通掉 这样左下角黑棋全部拿到手 白棋再往下方一板 上方也是各种行程转换 胜率也在不断的起伏 但是还是围绕这个 比较接近的一个局面而进行 那这个底下这个地方 黑棋如果说搬的话 是没什么太大威胁的 白棋可以打了周虎 你打了瞻 白棋再贴回 他可以把下方活棋 黑棋如果说将来想要围中间的时候 可以考虑这么下 实战黑棋右边打吃完之后再打 先把这个地方给他穿下去 非常的凶 白棋打了周再打 黑棋再断又形成一个结针 那这个很有意思啊 本来是这个 白棋在底下打结 黑棋从右边去找结材 现在右边变成一个结了 那马上黑棋要从这个底下来找结材 这个找结材和打结的地方 在不断的轮替 这个局面确实比较有意思啊 从左边打到底下 再打到右边 然后再把底下给牵扯进来 很刺激的一盘棋 白棋打了之后 长啊 黑棋直接二路点杀完之后 再并 这个棋本身就收束就很大 对吧 右下角现在全部变成黑棋的角 白棋还不活 这个时候白棋选择拐头拐出去 如果说这个挡下来做活的话呢 也行 但白棋想的是又要跑 又要活 又要把黑棋中间的空给他破一破 所以说走的是这种拐 然后黑棋提 提掉之后这个白棋站上 接下来黑棋走的是二路的打 那还是希望通过这个结 把白棋全尖 打下来的话就属于棋子了 这个棋子的话 首先这个棋子一朵花 黑棋不甘心啊 而且这个右下角你不补还没吃干净 就是后面白棋有这个断了之后 打出来 再冲了这个走法 随时要把你右边给冲掉 所以说这个棋 黑棋那就干脆拼这个结 二路打完之后防止外边挖 先尝一个 然后白棋提结 下游棋 黑棋下方二路点 破眼 反正你什么时候沾这个白棋一挡呢 局部还是一个 这个棋 而且这个黑棋如果说沾的话 被白棋一挡一般 这个局部就死了 所以说黑棋说什么也不能沾 必须要撑住这个结 实战是先往底下二路点 白棋小尖逃跑 但是下游棋不知道为什么 黑棋直接把这个跳 跟白棋跳交换再提结 这个其实明显也是个结材啊 所以说AI的建议是黑棋先提右边 但白棋挡下来之后呢 你再去这个 比如说去攻击白棋 实战黑棋跳一个之后 这个提结 然后白棋点33 先转一下战场 那右上确实这个地方 黑棋还漏着风 黑棋搬 白棋贴回 黑棋再打 把这里给收住 白棋在右边 这里把脚成功跳掉之后 其实这块棋已经完全安定了 右边的这个结 只是影响到白棋右下这一块的死活 然后白棋提 黑棋上边虎一个再提 白棋挡下来之后 黑棋左边在一起 这个解是为了破白棋的这个眼啊 白棋贴让黑棋现在断不掉 这儿有手打 那黑棋双 白棋打了之后再战 接下来黑棋阵头 白棋直接往这儿去搬一个 这个也是为了作业 这个棋就是黑棋如果说肩 那白棋底下压住之后 中间一虎一长 你这个地方就是黑棋缺陷太多 是不太能强杀的 你要是补这儿的缺陷 那白棋随时这儿放个眼就火了 而且他右边这里还可以靠出 这个问题都不大 实战 黑棋是先往右边断继续打这个结 断完之后 然后黑棋底下尖 白棋压住 黑棋长连回 白棋左边虎作眼 黑棋再提结 然后白棋打吃 因为这个地方白棋真则有力 黑棋也是通过这里的滚包 把右边这里继续加强 这样也就防止了白棋从这儿 靠出来的可能性 再靠被黑棋直接压住 黑棋也就通过放弃右边这个结针 要强杀白棋中间大龙 然后接下来白棋往上冲 黑棋扳 白棋右边还是要飞 继续从这儿突围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基本上白棋这里的压式先手 飞这个之后 黑棋盖住 白棋再挖 那下一招棋 黑棋走的是上方的这个长 这个棋确实不太好 强行动手 如果说你这样夹一个 被白棋冲一个 打一个 你再这样双打吃 白棋提结 底下有个断打完咒长 要把这个双板凳给他收掉 黑棋得补 那白棋可以从中间打完咒再沾 这样黑棋拐也封不住 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 就是白棋下方这里 挡住只是半 只是这个后手一只眼 中间这个地方 黑棋只要这样虎了封锁 扳头 白棋打了之后 再打 再断打 再打持 中间再断打 这个也是后手眼 底下挡住也是后手眼 那这个棋 白棋可能还是比较危险的 所以说黑棋 怎么说呢 虽然说这个地方 动手会有一些麻烦 比如说你走底下 对吧 白棋可能从这个地方搬起来 这个左边的黑棋扛不住 但是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说不定这个白棋后面没处理好 就被黑棋给杀掉了 但是这个风险肯定也是跟收益是并存的 实战的黑棋是成这个 白棋断 黑棋打白棋左边再碰 黑棋选择沾上 这个地方如果说黑棋考虑中间的后薄 先拔一朵花的话 那么白棋左边双一个 外边夹一个 黑棋沾 白棋并一个 黑棋虎一个 白棋再钻出去 这个还真的不太能封锁 实战 黑棋沾 白棋长中间 黑棋贴 白棋中间顶一个之后 沾上 黑棋断 白棋再长 这个不仅是要自己 这个 把黑棋给分断 而且瞄着黑棋左右两边不活 黑棋往上跳一个 白棋盖住 非常强硬的招法 黑棋扳 白棋反扳 这个地方 白棋就是希望通过纠缠住这块黑棋 从中间把黑棋给切断 从而继续威胁到黑棋左边 这一块 因为现在白棋自己想做活 已经不太可能了 只有去反杀黑棋 然后黑棋长一个 白棋往上冲 黑棋顶 这个棋呢 这个 黑棋如果说往上沉的话 那白棋左边有这个顶段 黑棋杖尖是封锁不了 这个白棋的 因为白棋冲一个 这边断一个 上面你不走的话 被白棋断打完之后 这儿还有一个断打 那黑棋左边这个要死 因为这三个子为吃通白棋也就活了 如果说沾这个的话呢 白棋靠进去 靠进去之后再沾 那这个上面有打吃 这两个子也要吃 这个黑棋肯定是杀不过下方大龙的 实战这个黑棋顶这个 然后白棋左边 靠一个 之后黑棋贴住 白棋右边再扳 那这个棋其实被黑棋左边就这么连回的话 这个白棋确实够呛了 然后接下来黑棋选择贴住啊 没有往上去拐一个 拐一个主要中间有棋 就这个地方被白棋打一下冲断一下 对吧 黑棋上边拐 白棋往这儿打呢 局部还有有个结真 有结真的话呢 就不一定 所以说实战 黑棋是贴住 把自己补不好 白棋底下这一双 左边一起 黑棋一打 这个都没什么用啊 白棋再冲 黑棋再双 下方靠黑棋拐住 这样白棋还是无法做活 之后白棋往中间点杀 然后黑棋再沾 这样白棋认输 因为这个棋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 杀不了黑棋中间 白棋大龙就是死 你要挡住的话呢 黑棋断 对吧 这根棍子你想跑 只有打了沾 打了沾之后 黑棋再往上断打 那这个白棋全刮掉 那底下跟着一起刮掉 这个棋就被黑棋全部载进去 那这个棋下的真的是非常的暴力 非常的精彩 这个顾曹这盘棋终于找回了状态 在之前一段时间可以说非常的低迷 但这盘棋三个棋一起打 并没有晕 而且每个棋处理的都比较得当 在接下来的这个中间这里的一个地方 顾曹也是大开杀戒 在这个白棋想要强行突围的时候 左边先连回 先确保这里的安全 中间这一块也是通过对于白棋 这个保卫的一个拿捏 最终是自己脱困 然后从而这个鲸吞白棋下方巨龙 那也是恭喜郭老师进入到半决赛 这个郭老半决赛的话 将对战进山于泰 继续加油 好 那最半棋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了过一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